虽然在实际生活中,婴儿哺乳期因人而异,很多情况是由女方抚养的,因为子女抚养一件,规定,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。 此法实践中通俏将哺乳期内的子女,理解为两周岁以下的婴幼儿,这类的婴儿更需要女方的细心呵护跟哺乳的,而男方一般是会比较粗心一些,所以,一般都是将孩子探给女方。 虽然说父母离婚时,哺乳期内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,但是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以随父方生活,一,母方患有久之不悦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,子女若与其生活在一起的,为对身心健康不利的,不宜与其共同生活,这类的母亲对于自己的生活经济状态,就会比较吃力的了, 再加上还要抚养子女的,更加会力不从心的,这样子小孩的营养问题跟教育方面都会担负了,父亲拥有这方面的能力的,当然,是会看给父方的。 而母方有抚养条件不禁抚养义务,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。 简单的来说,就是母亲对于孩子是不管不顾的,将孩子丢其他人抚养的,这类的母亲是极其不负责任的,也会极其马虎。 孩子交由他们抚养,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,跟关爱会很缺失的,比较小的小孩需要的更多是呵护。 如果男方有其意愿抚养的,法院当然会判给父方。 三,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,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。 简单的来说,就是孩子从生下来之后,父亲过多久就出去工作的,因为,现在很多女性都追求做一个女强人的,她们对于小孩子照料不去管,专心在事业上面的,从始至终都是父方在其扶养照顾的。 那么,小孩对于父亲就会比较亲的,也会比较客乐意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的。 四,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,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,因与真实,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,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被抚,母亲违法犯罪的,小孩与其生活对境后的教育跟身心不利的,把愿会期盼给父亲抚养的,因其他原因,子女却无法随母方生活的。 如母亲的生活环境,明显对子女抚养不利,母亲工作性质特殊,不便于抚养子女,或者母亲违法犯罪,不利于抚养子女的。 父母双方协议轮流抚养以下的子女随父方生活,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福利影响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